哈喽 哎呦我天呐我这个装花的 像个熊猫一样我蹭蹭 怎么会这样 花成这样我一会再打理一下 晚上好哎呦我怕你们都睡了 太晚了本来那会 以为我们应该还能挺快的 结果我就是一直吃吃吃一半的时候 打车回来的和水水其境 还有小树他们 谢谢义军多的浩瀚星海 哎呦好热我刚刚才开了空调 我们那会刚回来把东西放了之后 就去海底捞了 还撑着呢 对还在我看见了你们这几个就是还没睡 把这个哎 练起 谢谢搁一搁的星空耳注意 我想想我明天还有后天肯定也会跟你们见的 我明天大概是直播两个小时就是我们到时候统一在楼下 谢谢清茶余酒的谈木书 然后就是 嗯 后天也是 是要在对是那个答谢直播 因为我听说我们要统一去一楼直播 然后播两个小时这个样 所以说你们明天后天都要一共看见我四个小时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大谢直播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大谢直播就是我们穿着总选服 然后坐在中心一楼楼下 跟很多人一起直播 然后两个小时 但是就是每个人用自己的手机自己的口袋 谢谢Night Joe的星空耳注意 对 知道你们等的蛮久 所以赶紧打车回来了 就没有吃了 就是吃的差不多了 我就赶紧回来了 怕你们再等 再等都睡一觉了 哎呀 我的刘海已经成这样了 我明天要给他剪了 谢谢泡泡乌龙波子茶的 浩瀚星海 谢谢两套深圳房的独移的星空耳注意 因为那会儿 呃结束的时候 水水说要挺吃海底捞嘛 所以说我们就 大家一起去了 我们对的人 然后 非常 哎 哎呀 我讲杯呢 我的酒杯呢 等一下啊 哦在我化妆包里 不不不在我化妆包里在我化妆包里 没有丢啊在我化妆包里这个是 这是我那会儿装ipad包 我击混了 不在这儿 我快把这个包拿到旁边 等一下啊 朋友们 稍等一下下 我看拿什么东西 先把你们 先把你们藏起来 我去拿个东西 哎我看看能不能这样藏起来吧 OK 我去拿个化妆包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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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 OK 哎呦 哎怎么 好了吧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脚杯 是不是还挺漂亮的 是不是很漂亮 淫不拉几的是不是 显得非常的贵气 对吧 而且他那会儿在灯的下面真的很闪 真的很闪 而且你看 非常非常的不枯燥啊 你看 现在我就收集了两种颜色 登登 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 你们不觉得吗 就是收集了两种颜色 哇 哎我这上面晶片可还在呢 对 我觉得 我之前以为 那个颜色的 样子会不一样 结果真的是 真的是一样的 而且就是颜色不变 而且我就这个人 我又很喜欢收集盲盒 然后就有这个东西 哇 哈哈哈 是不是很不错 哒哒哒哒哒哒哒 很漂亮 它们套出十六是金色的 但也是这种金色 下次再换一种 咱们 呃 有能力咱们再换啊 有能力的时候咱们再换这个 确实不错 这个盲盒 对 这盲盒天也贵了 但是都很漂亮 不是啊怎么可能收回呢 你看 上面都有名字的 是不是 而且我今天真觉得 三合七数字挺不错的 就是 那会一招自己名字的时候 我不是在台上发呆吗 然后 好好好 大家困了就先去睡吧 因为我明天还要再直播呢 对 就是我 我先印我的那个密码什么 不是都会设置7什么的吗 然后然后刚好前面还是3 然后我就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其实我那会发呆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数字我能联想到什么呢 联想到这个呀 然后我就 对 没有 我一直在访问 是啊 但是他们说 我看我大屏幕上 仿佛在 对人家前面发言的人 翻白眼 我没有 我只是 我没有吧 我我应该是眼睛干了 再往上看了一眼 但肯定不是对人家翻白眼 我没有对人家成员翻白眼的 我有毛病啊 哈哈哈哈 没有是那会儿 那个谁 说你大屏幕上怎么像 怎么像 那个你在什么 我说 没呀 你是不是看错 他说那会儿 因为那会儿他们都可以拍到嘛 他们下面 他们下面在看我们上面屏幕的时候 就是能看见我 然后能看见我 就是说 说 那个谁 那个谁 那个谁谁谁谁谁谁在发言的时候 你仙师子那边一直看着人家 看着人家看着看着你 把眼睛往上一瞥 你是不是在 啊 然后我说我不是啊 你看错了小小小小 那个 不要说人家啊 就是反正就是 那会儿 因为他们刚好他镜头可以拍到我 但是我那会儿正在想 就是我在翻眼睛想 这个数字 我觉得像那个 然后我就想到了之后 我就嗯 然后就往上看了 然后他 那谁以为我 我应该录下来的 我vlog里面没有拍 因为那会儿是结束了之后 要找着要合影去了 完蛋了 那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哎呦 然后 然后 对我vlog 但我vlog拍挺多 10分钟吧 感觉 但是就是剪了一些 没有必要的场景 对一直都能拍到我 但我那个时候就是脑子里在想 然后又一边在想我的感谢词语 我发出来了呀 你们还没有看见吗 没有看见吗 难道 然后那会儿 那个 哎呦 脑子一下忘记了 没事 我一会儿想起来再说 还没发出来 我那会儿在海底捞的时候 就一直在剪边剪边吃 边剪边吃 但我又吃得很急 我就说想赶紧那啥 我嘴巴都烫破了啦 我的 我上嘴糖 我的上嘴糖 上面 那那个皮 这边一块 上面最上面一块 旁边一块 破皮儿了 谢谢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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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的四个大神 对呀 其实本来是想 那个一回来就赶紧不但是 那会儿不是说 一请请客吃海底捞吗 然后 因为又觉得太晚了也不安全 然后就先赶紧吃完赶紧吃完 那个什么 就我水水其境 我们着急回来直播 谢谢吃完猎犬的秋天奶茶 谢谢就是爱迪的喜鹊咸汁 对他们俩是一模一样的 谢谢浪里小白的喜鹊咸汁 是这样的 看 是不是 一模一样 哇 是真的很好看 什么时候出个蓝色跟粉色的奖杯啊 48要是能听见的话 一定要出一个那种蓝色 我觉得蓝色这个也很漂亮 然后粉色这个也很漂亮 但是 对绿色的也很好看 但绿色的那个跟蓝色的差不多 哎呦说起来那天他们还以为 就是在后台聊到一个什么东西 我说是蓝色的 他们说是绿色的 然后他们怀疑我有蓝绿色吗 我说没有 我知道什么是蓝色 什么是绿色 怎么可能我是蓝绿色盲呢 我肯定知道什么什么颜色的 你看我这个毛巾就是蓝色 我是真的觉得有一个蓝绿色的格子裙 他就是偏蓝色 所以我就说他是蓝色 然后他们说是绿色 然后就那么争辩 然后说我有色盲 然后还说我不止一次分不清颜色了 我说我没有 怎么能这样说一个美术生呢 你们别吓我 你们别吓我 这是蓝色啊 哎呀我可没有色盲啊 我那个视力测色盲我是很正常的 蓝道 你们这有点严重啊 绿色毛巾黑色贝壳 得去看看了啊 你这个这个程度就有点有点严重了 什么我一点都不凶 我只是很兴奋 我人很兴奋 而且嘴被烫破了 什么对我只看颜色丰富 这个帽子当然是蓝色的了 还有这个表情上面的汗珠也是蓝色的 这是蓝星和绿星我能看得出来 谢谢七杯三分糖四斤奶淇的香水 你们知道刚刚我为什么 就是给我去取奖杯的时候把你们遮住了吗 因为我觉得我后面几双袜子太直男了 就是洗完的那个袜子挂在那个地方 我就突然觉得 我的袜子太丑了太直男了 我就不能被你们看见 就是很很不女生 就是很那个什么 就比如说 算了像个男 不是就是很不女孩 我今天穿的明明是皮卡丘的 我平时那个袜子不穿的 就很很man 就有点像我爸的那种 我真的觉得我刚刚在那个视频里 透过那个我一看我说 哎呀这天哪怎么怎么这样 你觉得你也就是在 你们肯定也买过那种吧 高腰尼龙袜 什么是高腰尼龙袜 呀 我买唇棉袜子 对我要买平头唇棉袜子 对我要买平头唇棉袜子 就是不分脚趾的袜子 就是他头是平的 是这个是什么叫法 哎说起来这个他们今天 呃我们在吃海底捞的时候聊到那个 我说 我们说到就是 那个 什么来着啊就是说 感觉我们 说我们在录播里面 就是非常他们的那个高声 非常的 非常的像像插曼一样 然后就是意思是说 插曼是随我们 对 插曼是随我们 直男也是随我们 然后我当时反驳了一句 我说但我看你的那个舞台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不叫的 反驳了一下 我们我们插人虽然说会喊靠 但我们不直男 我们看到那种动感舞台 我们是会尖叫的 不像看上看见之后像木头一样的 一部分啊一部分肯定不是一部分 但我但我 不是啊我没说你吗 我只是说我只是说之前说过的被说过直男的 我可没说过你们直男吧 我啥时候说过你们直男我一点都没说过 因为我压根应该貌似大概也许就也没有跳过那种需要太让人挖的那种 除了有一次挖是因为我那个皇家文章突然变装了一下 他们就挖了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挖的地方 对那其实还是 对我知道有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心里面挖 但可能就现实中有点害羞吧 所以不敢挖 但是 但是我看我们当时看灵姐unit的时候我们真的挖了 然后结果在青岛学演的时候台下鸭雀无声 我都在想你们是不是在寺庙进修过啊不是指指那个单纯指在那个青岛下面的那个观众就是在那个 当时 当时你们知道我在后台就是等着灵姐的那个游泳台下挖声一片呢 然后等音乐结束了之后我 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问号 我心想 来青岛看公演的这一群观众们是不是去寺庙进修过 我当时真的 我当时真的我在想 这么动感这么震撼的舞蹈 我都不挖桶我都我们等那个排练的时候我们都挖声一片 我们都叫的不行了都已经 结果 青岛的舞台下面大家 真的 真的大家就是像 嗯怎么说呢 并不是说和尚不好的意思 真的有点像和尚一样 就 美色雾镜就是这种感觉真的有 反正我当时在在后台我是这么想 嗯 等我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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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跳我肯定没有那种神韵 我感觉一般就是非常就是灵姐她就很有那种神韵 跳的时候就会很那个什么 对他们真的 很像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韩国的 1988 就是那个请回答1988是叫1988 那个里面他的一个表情包是一个那个胖哥哥 他就这样 没有世俗的欲望 然后那天厂上厂下的人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样子 对正风正风 有合照呀 但是我跟你们讲我的合照 真的 非常的 曲折我你们都不知道我那会儿都哭了 哈哈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那会儿都哭了就是那个 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前辈都忙嘛 就在采访什么的 就是因为毕竟 那个什么嘛然后在采访什么的 然后呢都突然我就坐回去我之前坐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开始伤感 你想我那边一边丢人了 以后再也见门道什么的 就是意思说在这个在这河什么 然后在那这那的 就是反正我在那一顿啥情形给我录下来了 然后录下来之后我让他把视频传给我 我发现我哭的也太丑了 但是我发在我的vlog里面了 我把它打了一点点马 模糊了一点 那我哭太丑了 然后 就丑丑到 丑到我都要 这是我妈的这种人的感觉真的 哭的就是 很很无语啊 然后 然后哭着哭着哭着 抹了抹眼泪心情平静了之后 发现 发现前辈结束了 有一个人 有一位小后辈去找他合影 我心想 自我不去 然后我就赶紧 我叫上人 我说二位快给我喝药 然后 我就走 我就走 我说快走我们 然后因为那会我们在互相拍照嘛 拍着拍着拍着 我一看那边 哎 不对啊 然后就怎么又又已经有人在跟前辈合影 然后我就赶紧去 完了就 然后就去 然后就去了终于就合上影了 不是 因为我们那会刚好就是在拍照嘛 就是我拍完他他拍完我 然后 然后我就开始坐在那哭 哈哈哈哈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 而且还劝了我半天说你拍吧 就是在那之前我犹豫的时候嘛 他还劝我说你去拍吧去拍吧 但是我那会儿犹豫了嘛 我就不敢 然后就是说觉得太忙了 都在采访拍照什么的 就没想去打扰 然后就 不过你我就跟你们剧透了 你们应该看vlog 嗯 你到时候vlog里面看吧 没看见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哭了 对 就还好 也不是还好 但我因为看下来那段真的好闯呀 真的是 我那个嘴都要撅到那个贴上去了 就太丑了 对 然后当时真的是冲过去啊 穿过那群拍照的人 刺拉一下 那个时候前面能和你合影吗 然后什么呢 然后 然后这时候马老师过来说 来那个虽然我们合影 然后 只能让马老师先拍 然后我就在马老师后面等 我让我就急啊 我像那个等着合影的粉丝 我心想 别马老师拍完之后 被又被叫去采访 我这个急啊 我内心的这个 就是我的眼睛直勾勾着盯着马老师心想 就拍一张就拍一张啊 然后就 可能是内心的祈祷就是 实现了吧 真的只拍了一张 然后我就赶紧 然后就就拍了 然后当时拍的时候 我第一句话 我真的他们粉丝呀 我第一句话 前面恭喜你呀 我就我真的是这样 反正就是我拿着我那个奖杯 都要戳到自己 就是那种啊好疼啊 这个奖杯好扎人啊 反正就是那样真的很激动啊 然后 对那我细节说了什么了 真的像一个那种好久不见的那种粉丝 那种哎呀 能那个什么 哎这个地方真的很扎人朋友们 你们如果就是我就是下一次我们可以握手的时候 我会我应该会把这个带过去的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去年也带了这个去握手会的 然后 然后 你们要是拿的时候你们注意一点 这个地方你们先记好这个地方 杀人杀人脚真的绝了扎死我了 我今天不小心碰到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手要 对你们记住到时候小心一点 你们到时候如果那天握手有合影的话可以 跟他合个影 哎呦又看到那个丑袜子太丑 啊 没有听见我说什么 有没有听见我说什么 听见了吗 好 那记住了吗 记住了就是如果那个什么的话 你们要注意这两个九九 这两个九九他很渣他非常的危险 嗯会划破的 对记住了吧 好记住了就行 然后其实 其实就是报名次的时候是这样的 报名次的时候我们 我们插人真的很吵 真的太吵了 就是 当时我听见军年圈线是二十九万票的时候 我一个大震惊 我直接在我们的队伍里喊出来 就是震惊的那种喊 我说啊就是那种非常震惊 人都傻掉了 二十九万 放在去年 这里进哪个地方去啊 然后 一整个大震惊 然后我心想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但是我 但是暂时不知道自己总共是多少 我心想完蛋了完蛋了 然后 每到一名 我跟琪丁就对视眼 琪丁就说 狗住了狗住了 然后每说一个 我说狗住了 又狗住一个 然后再说一个 我说啊又狗住一个 然后一直狗狗狗狗 狗到了三十七 真的 就是 再到四十的时候 我说 狗到三十开头了 真的是狗 就是每每一个人的名字 念完之后说 狗住了 真的很 真的非常让人 就是 怎么说呢 让人精神会衰弱的 一个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总选结束之后 真的会非常疲惫 不是身体 就是心灵 就是那种心 提上去 在勾住了 对 我的天 然后又开始报到 那个准备 前十的时候 就是马上要到 第八的时候 就是到第九的时候嘛 当时还 我还在跟旁边的军工 我说 天哪天草跟水水 天草跟水水 然后就开始 开始念叨 没关系 我觉得三合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而且你 而且你们想 我们 就是之前那些报啊什么的 可能就是四十一和四十 三还是四 就忘了 反正已经这进步太多了 我的妈呀 是吗 百分之八十几 因为我那会儿就是在听 他们主持人介绍嘛 说 今年 就是 今年比去年什么什么 上涨了百分之八十 然后我一看天草 天草 百分之八十 就是这 我的妈呀 就是很震惊 天哪 了不起啊 大家都 这 太牛了 反正 能感觉得到他们很 那边就一直往这边看 我说 天哪 是吗 今年是最强的一件 哇塞 我高兴什么 又不是给我 哈哈 谢谢铁柱的香水 我刚是看一点二个一 好家伙 天哪 我的个鬼 真的是一点二个一吗 我虽然姓王 你看 姓王的跟姓王的命运就是如此的不同呀 对呀 对呀 而且 他俩 颜色不一样 但是他 比他都要贵 就 要这样 压一个头 而且我跟你们讲 我这个黄的他松了 你们知道吗 这个质量 比这个质量 我这个已经歪 他 已经不稳了 你看 他最近这个样子 我必须要自己手动给他转正 然后一会儿他就会歪 但是我这个就不一样 我今天的这个 我怎么拧他 他都不会烂掉 你看看 这就是含金量 这个含金量 我真的觉得 这是这是几选 这是八选 八选进圈 真的很牛了 朋友们 太牛了呀 八选进圈 好家伙 我还不行 我再说我要飘到天上去了 哈哈哈哈 我没有再胡说八道 这是真实的呀 对吧 真的很牛的 所以说我刚那会儿还看到 长话里面还说有可惜的 可惜什么呀 我们都这么赚到了 有什么好可惜的 大家都是真金白银投上来的 也不是说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 对不会弄坏的 这个坏不了的 啊这个这个坏不了的 而且这个这个你看这个显脸黄 这个就显脸白了是吧 哎呀我在说什么 我估计我那会儿还在说呢 我说 NNG的这个 就是 如果是在上海 还怕 跟进军屋说 我说 要是能去稍微微明一点的地方 主要是现在又是疫情 我觉得上海也挺好的 万一是去去什么 我没去过的上海的一些地方呢 就比如说 上海的一些山 上海的一些什么 我觉得就跟那种外面差不多 然后我就在想 我跟谁住呢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需要 就是在那个附近住的话 哎我怎么卡了呀 我现在卡吗 我刚刚说到 我刚刚说到 对我刚刚都说到 我说 我说这样的话我跟谁 因为我那会儿 我跟你们讲我那会儿 知道自己名次之后 我就开始 在看我们今天的那个表 就是NG的这个表 应该能听的顺畅吧 现在我现在这个网络不太稳定 我就不知道我的说是那个声音 是不是稳定的 OK然后我就那会儿再看 肯定N队的貌似有四个 那就是可以N队的跟N队的主 然后H队的跟H队的主 然后呢 还有熟悉的有两个也应该是一起主 然后GNZ的跟GNZ一起主 然后我发现剩下的好像 好像确实是没有几个了 然后我就心想 我是跟谁主呢 就是在思考着 是吗 你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你想想应该是要跟郭爽主的 那会儿好像说了 君姑肯定跟玄小爱呀 他们因为都是S队的呀 肯定是一主在一起 所以你们看 我那会儿我都想好了 因为我给你睡住了 最后可能 不是自己选吧 应该就是 就是到时候问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事 有什么的 我就在想 我估计应该会是跟那位小妹妹一起了 那我当时这个算了算了半天 算了半天的话 发现他们应该都有那种可以熟悉的人住 然后我就心想 那应该就剩这我旁边的那位小妹妹了 对 就剩下那位小妹妹了 我不能用这种语气啊 搞得好不正常 小妹妹了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 我明明我们也没有差很多吧 她她多大呀 我只记得她是零几年的 她是几几年的呀 零四年零四年也没差多少呢 都都 我算一下 也就差四岁 多两个月 四岁多两个月而已 怎么就很大了呢 是吧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只有小树一个宝贝女儿 你们不要再给我添加女儿了 我只会有小树一个宝贝女儿 我难道不像学生吗大家 我不像学生吗 我不够像学生 哎呀肚子露出来了 哎呦有点犒费啊今天晚上 一下子没有说脸 刚吃完海底捞到肚子露出来了 有毛病啊 哎呀 但是你看我起码也有点有点像可以就是背书包的人吧 对吧 反正就是是比他大 但是也没有大很多 哎呀我才不算是九零后呢 我算是 我真的 我觉得九九年的真的很冤枉 而且我还是九九年底的 我觉得就真的很 很无语 哎也不是大四 不是大四岁零两个月 是指比他大四岁零半个月 对也都才对 对我是准零零后呢 对啊我也是差一点 所以说我比较显年轻一点 我活了两个世纪 你这个说法太奇怪了 搞得我现在好像一个千年妖精一样 千年妖精 我现在就 你这话说的 活了两个世纪 你这个 我是什么千年狐狸啊 天哪 绝了 对啊 二百岁了 确实确实 你们知道吗 今天还有一个搞笑的事情 哎不行我快要把Vlog里面的笑点都说出来了 我要不要跟你们说啊 我感觉都要剧透了 我真的觉得Vlog里面有几个好笑的 你们说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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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一下 说还是不说 啊那你说吧 就是我今天问小曲 也不是问小曲吧 就是在那个后台 我就是比较正常大声的说了一句 连吃三天爆泡面不会怎么样吧 就是觉得自己连吃这么多天泡面 确实不太好 而且会觉得会不会有点腻外 但是我他还吃了啊 但是 谢谢小十二的大声 然后 你们知道小曲说什么吗 小曲说 啊 据说 他就是给我科普 我也要告诉你们这些恐怖的事实啊 据说连吃三天泡面的人 二 二百年之内会死 是不是很吓人 连吃三天 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还一愣 有道理啊小曲 金句啊 我的天 我真的笑死 谢谢泡泡 我龙脖子插的大声 真的我真的被笑死 我那会儿 我那会儿就是非常认真的在问我说 连吃三天泡面会怎么样呢 小曲也很认真的说 连吃三天泡面的人 二百年之内会死 我真的笑死 哎呀天哪怎么会这样 不是我跟不上零零后的思维 我我总感觉我以前也听过这种梗 但是不是说这样子 反正就是有一个事实 就是二百年之内会死 你说多吓人 然后 然后 我把它正好我也把它录了下来 我真的笑死了 听君一席话 甚至一席话 真的 听了 但也确实只是一段话 你们不觉得好笑吗 你们不觉得好笑吗 我听完之后我笑了好久 我不是就是我真的觉得很搞笑 上次这么笑 上次这么笑还是 你们怎么都会说类似的呀 这种 好搞笑啊 天哪 对就是那种说了下 没说那种很无用的话 好搞笑 真的好搞笑 怎么会这样 你好 我的稿件开放浏览了 不行 你们先看我直播吧 哎 不行 你们先看 你们怎么看 你们有第二个手机吗 或者是有ipad吗 能不能边看边看我 你们先 你们你们用第一个第二个软件 边看我边看他行吗 对你们用两个设备吧 边看他边看我 偶尔还可以跟我提提问题 跟我说一点实时的东西对吧 带着你们看一遍 哦对啊 但是不行你们先看吧 我先我先哎呦 又露出我的直男袜子 我这么掏 掏出来了 快呀你们现在快去看啊 快呀快呀快 用另一个软件看就是直播 你也不要走 你边看 现在不用走 你们先边看边那什么 一心可以二友 你就一边看一边打打走 我什么 我要不先停停 你 哎 你这话一下子让我 让我也无言以对 你让我先停停 行吧你们没有设备那行吧 哎呀 哎呀 我看看我的多长 哎十分钟呢我的Vlog 我现在Vlog十分钟呢 你们我我那这样吧 你们要看的你们先去看十分钟 我在这先等你们哈 举给你们看 不行你们要点看看 而且我跟你们讲我这几天真的是 就是为了能让你们第一时间看到总选Vlog 我录一点 剪一点 我边录边剪啊 我这个非常的有效率 我天天就是 有了空我就赶紧剪视频 我干什么都在剪 今天我在海底老我也在剪视频啊 不过就是我今天在海底老是剪的后半段 可能就是那个音量 就突然之间大突然之间小什么的你们不要被吓到 你都去宣传宣传 毕竟你看我这么快就发出去总选总选的Vlog 多转发转发 多看一下 然后多传阅一下 我怎么在打广告啊 好像头一次为我的B站这么打广告 我自己花钱拍的PV我都没怎么打广告 我今天太亢奋了 我怎么讲话一句接着一句的 我先消停一下 把我的嘴巴闭一会儿 算了不闭了 你没看吧 你们先看吧 等就等一会儿吧 实在不行我自己也先看一看 但是我不会给你们看的 因为我需要让你们自己看 哎呦妈哎呦妈我袖子夹着 哎呦你们看到筷子了 就是哎呀怎么跟你们说呢 我筷子意思就是这样我改不了了 我这辈子不会再改过来我筷子的姿势 我就是我就是都没有筷子 我用了二十年了 二十一年了 二十一年了 你的评论没了不会吧 B站不会吞评论的吧 我看一下我的 第八届人气总决选Vlog世界的四十八种可能 我看一下 做题环节对你们先去做题你们先去看 我腳脚转针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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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 那不是让人笑话吗 别给我 不要给我 不是那个就用了一天吗 不是 哎两天 我记得那会我就用了两三天 我就跟你们说我不用了 你们都忘记了 哎呦妈吓我一跳 哇你们这也太快了吧 我现在开始看声 我看完的时候 应该你们都已经看完了 看了一半忘开声了 撕不撕扫 来了来了再看了 我来了哈哈哈哈 哎呀我的小蓝鞋真漂亮 哎呦我好想加速啊加速 今天队哥说起来 哎呀对呀 说起来队哥 我排练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我镜头卡多了 我排练的话镜头真的卡多了 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就直接没有了 我是本来是有的 结果今天我一看录播 没了 但确实 毕竟人家也不是说是专门切公演的 就是好像是外面请来的 所以说不认识我 不知道这边的平民也是很正常的 哎 对呀 我这心想怎么还不起我呀 我不是在第一排站着的吗 我不是在第一排吗 我说你好不容易我今年 今年这个站第一排了 你不骗我 好吧 不骗我就不骗我 反正我上一个外屋 还是还是有的 就当我还债了吧 上一次的外物太多了 导致我这一次就没了 所以说 有因必有果 百因必有果 这样就 这样就平衡了吧 可能 这么一想 就好了 哦 你们 你们看到 拍立得了 哎呀 我发的是不是太快了 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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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那个 哎 我是不是发的太快了 哎 应该不快 不快 反正我们的衣服都爆光了 哎 我看看 我再继续看了哈 哇 最近的天空真的超级漂亮 对 不用你藏 我刚刚一想 没有什么不能拍 不能播的吧 应该没有 对 少吃了一盒饭 对 我那个时候觉得会胖 我不能总选这天吃胖吧 完了就 把那盒饭默默的放回去了 结束的时候 好像也没怎么拍 你看看 你看看 就应该我去学个跆拳道 给他们一顿胖揍 一边揍 一边质问他们 为什么 为什么 很嚣张 白衣金的那个衣服就好看 是我们跳队哥的衣服吗 我觉得那个衣服确实还挺好看 但是就是上身 没个腰带 我觉得有个腰带就会酷一点 哎 已经有看完回来的了 这么快 我这个这么点 你倍速了 不行 你不能倍速 你要正常看 重一看 去 我现在派你去重新看 不能倍速 哦 那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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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着那个快来是干嘛 是什么 你们有什么疑问 举着那个快来是干嘛 哦 好了吗 刚刚挤到什么表情了 我都 我刚刚是什么表情啊 你们为什么在笑我 我在 你们截图就 哎呀 别跟我发唱话 但是要是能看就行啊 我是在想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干嘛的 那我们就当不知道好吧 我们就当不知道吧 突然震惊了一下 但应该也没关系吧 继续看了 你们就当 哎 就当不知道了 对 你们也看不懂 谁偷拍人家的酒酒 我偷拍谁的酒了 我什么时候偷拍过人的酒 我什么变态 没吧 好家伙好震撼 震撼我们都合饭了 确实 那个时候在拍战室 因为大家都真的很 很 就是有的时候没有事情干 然后就干什么的都有 小曲在玩游戏第一题 在睡觉 然后有人在聊天 会儿 看完了吗 已经 我馬上 我感覺我這個時候 我覺得我這個時候好像個小呆蛾 是不是 像個呆蛾 就是會叫那種 笑不笑 就突然會叫叫 那種小呆蛾 這個表情真的很像 你們都看完了我再看看 我才看到一半 我的佩麗德 白面 難得 不是他 這有什麼不敢 哈哈哈哈 真的那個心情像在坐過山車一樣 對我也覺得我這次那個拍麗德真的很 不錯拍的 就是可能是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感覺很合適 就跟那個 服裝啊 還有那個什麼 就很合適 感覺 但是 我 我其實不太確定 我是不是發的有點早啊這個Vlog 但應該沒關係的吧 謝謝李喵喵的喜鹊閒之 我的B站叫 有點慫的你提 或者是你現在在B站上搜索王瑞奇 你點那個 新發布 你就能看到新發布 是嗎 微博就發過這個照片 那就好 我真的一怕我自己提前劇透了 這樣就不對了 好的 感謝投幣 哎 投幣是不是會讓那個 就是 增加什麼 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 就是 推廣量 不是 抖音 搞錯了搞錯了 你們都是可以自己選的是嗎 我以為投幣每次就是點一下就是投幣了 因為我好像沒怎麼點過投幣 好了 所以你們看完的 有沒有哪些要問的嗎 有嗎 難得來一個記者招待會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為何排隊那麼慫 嗯 原來我真的覺得怕打擾呀 然後就 為什麼要把呼的 哭的 糊掉 因為哭的太醜了 哭的我就是不願意相信的是我 真的哭的太醜了 NG電污錄單拍 但我覺得我們應該就是在這隨便拍拍了 欸不對我覺得我們不能隨便拍拍 我們這次NG也很故意的好不啦 我們這次29萬就開始了好不啦 不能給我們弄弄便宜的 不能就是那個什麼一定要貴的 啊 不然我們 我們 我們 要說大話了 或者是可以延期 不能給我們隨隨便 輕易就給我們互弄掉 剛麻煙了 就是就是平復了一段時間 也不是一段時間 平復了 忘記多久了 但是看到了有人 去找前輩合影 我就鼓足了勇氣 我就衝了 為什麼偷拍他的 小九 我不是偷拍 I'm not偷拍 我只是剛好在拍 練習室的大家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拍 剛好拍到了齊靖同志 好快的不快 10分鐘呢 濃縮的都是精華 濃縮的都是精華 因為我已經把那種臭腸臭腸的 就可以忽略的都已經省掉了 如果把那些都撿進去 那要太久了 而且就是大家會看得很無聊 我覺得 不是同時啊 是他最開始 他才可能在剛吃完沒多久的時候 把自己嘴咬破了 然後我是隔了很久的時候 就那個 燙破的 啊 真的嗎 我真的沒有存貨了 我是把他們就精簡了一下的 就說吧 該有的就是都有了 也沒什麼不該有的 對我最後不是衝了嗎 我也覺得他很女王 我覺得很像那個之前 呃 那個叫什麼 什麼 Lion那首歌的 那種打歌服的感覺 就那個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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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個 對 對 因為那會我們合照的時候去對他去採訪好像什麼 然後就沒有去 然後林姐也是臨時有事情就被就是叫走了 所以說就搞的只能把他們批上去那 那會群裡剛發出去的時候就是說讓意思先把他們一個一個批進去 對對是拉眼然後我覺得很像我覺得很漂亮 整個整個那個場地還有照片什麼的 非常女王非常的霸氣非常的富貴 而且我跟你們講 這次我們那個總選服配的那個蝴蝶結也真的絕了 你們看一眼 等一下沒有摸到 哎摸到了 噹噹噹噹噹 是不是很華麗 這比我自己買的華麗多了 看 真的太華麗了上面還有球球上面英文寫的是什麼 真的嗎 我怎麼 感覺這邊應該還有一個英文 然後我總選的時候是這麼帶的 你們應該怎麼看出來 其實我從那個背面看是這樣的 我就是把這個朝外面帶了 因為我為了想讓大家看到我的珠珠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這樣帶 然後我的後面就是這個是外露的 因為如果我一旦正著帶的話 你們就看不到我的珠珠了 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蝴蝶結 對我就是覺得他這個 對呀 就是那個洗髮手 我就說怎麼有點那個 哎呦 就是 倒過來之後呢 讓姐姐用這種 夾子夾在這個連在頭髮上夾就可以了 對非常機智是吧 就是為了展現更好看 但我感覺好像 沒有太沒有太 沒有太明顯 不知道直播裡面你們能不能看 然後我今天還特意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畢竟 而且都沒有觀眾 我覺得千篇一律的這種 這種招手太無聊了 所以我就 這樣 不是CINDY是 C H A N E 我是那個洗髮水的 沐浴露還是洗髮水的那個牌子 對 哎呀 那我今天這樣整 等於給他們打廣告了 我應該這樣 這樣好傻呀 這樣 這什麼 這什麼 書童 公雞 無語 公雞 公雞 哪也是公雞 這是我們那個贊助商 就是我們有這一個的 這個 英文的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中文叫什麼 什麼 容 花容 花容 對花容的這個那個什麼 洗髮水 對 這個因為這是我們爸的那個代言 合作 對 因為今天我為什麼記住是花容了呢 因為我記得他有一個AI的名字 花妹 容哥 我人傻了 啊不太優美了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太絕了呀 我這個名字一看我都覺得 哇 太讓人心動了 那個容哥 那個 哎呦絕了呀 就是 絕了呀 就是一看就心動啊這個名字 長相也絕了呀 然後 對呀 然後就是一看 啊貌似要拍這個電視劇還是電影什麼的嘛 這一下子就讓我覺得 想看 你看這個名字 花妹 容哥 你這就完全就是那種都市愛情劇的續集呀 就不是那種 嗯不是普通的那種劇 我的天哪 太好了 我就迫不及待的要看了 我一天看個千百八十遍啊 真的呀 你們不覺得這個名字非常潮流非常炫酷嗎 花妹 多麼美麗的名字 容哥 多麼讓人聽了之後就想叫他大哥 聽了就想讓讓他認自己做小弟 是不是 一聽就是那種霸道總裁 一聽就是那種對走在時尚前沿的名字嗎 花妹 容哥 Fashion名字 對呀 所以說這個就是 這就是這個的那個 我們合作那個品牌對 不會明年總是給他倆開頭 那應該不會吧 不會這麼離譜 啊不會的 就是不會這麼讓人意想不到的吧 應該 我覺得他意想不到了呀這樣 謝謝 哎呀 謝謝我們容哥的喜鹊 閒之 哎呦 媽呀 謝謝 謝謝無誠見商的香水 謝謝 李喵喵的星空耳墜 怎麼改名這麼快啊 哦對這個月剛開始什麼 就改名快一點 花妹我看他們倆長的就是蠻都挺好看的 就是他們兩個的臉拼在一起嗎 就是女生的那個拼在左半邊 男生那個拼在右半邊 然後就是 花妹 一個拼在內 容哥 然後兩個人的臉 跟你在什麼 都很好 就是他改個眉毛 就能跟花妹長得一模一樣了 好 啊容哥是女生 怎麼可能 她叫容哥呀 好亮 真的是无语 重开一下 既然这么卡 那我就重开一下 快快快快快快 我又开了 所以说 所以说 那你们快进来 快快快快快快 等一下你们 我再开始 我等十秒钟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了 就是 我刚说到哪 啊 荣哥他是女生啊 荣哥他是 怎么妈呀 怎么一上来就 就 要要要喊我一点女性化的称呼啊 荣哥真的是女生 我以为他叫这个倪称就是在说 一一个一个一个啊 谢谢陈陈洋洋 6的秋天奶茶和秋天奶茶 好好讲 但是 但是 真的吗 那会明明在说男女主角呀 男女主角呀 他都这么说了呀 好吗 天呐 原来是这样 但是他的造型我也真的以为是因为他比较男像就是他的眉毛画的就是那种男生的呀 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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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真的觉得 对呀那会不是说的男女主角什么难道我记错没记错啊对了你们今天有没有看那个介绍我们宿舍的那个我震惊了这就是巴比梦想豪宅呀真的这么豪华吗我都震惊了 就是他介绍了就是他介绍了就是他介绍那个就是就是要搬到什么什么地方的那个我就震惊了谢谢李喵喵的喜鹊也闲之 对我被那个视频我被那个视频我都震惊了我说呀呀这是巴比之梦想豪宅呀我地狗乖乖我人都震惊我说而且还有单独的健身房 哇塞你说这我要是能住进去天哪不得了啊对呀所以说我一看那个我就感觉仿佛自己自身于那个巴比之公主学院里的那个公主学院 我就感受到了那种小时候梦想的味道 真的我的妈呀 而且他他刚出炉的这个不是他刚他播出的这个 他播出的这个就让我有一种就是之前看的那些什么选秀节目里的那种公主们不是就是什么公主成员们选秀成员们就是女生住的那种粉不垃圾的那种宿舍啊就非常漂亮的那种 然后我知道自己是几人家吗 我我今年是进圈了吧 进圈了应该住的不会是太多人的吧应该我觉得 我不知道啊主要我觉得肯定不会的 我觉得肯定不会的 我对呀 应该不是说top时候才能双人家吗应该不是吧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而且我这个很贵的我这个多少钱来着 我这个这么贵我还不能住一个人稍微少一点的屋子吗 不能的话我就抱着我的奖杯拿着那个收据我就去敲门 我说请你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我今天晚上有点疯狂啊不要理我 但我都在放 太嚣张了我今天 对反正虽然说没有值百万吧但真的很值钱了 就我觉得应该貌似是有一定话语权的吧 嗯 肯定不会虐待我的大家奉行吧 是吗 一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东西的话我们要是一块弄过去的话还行 就多弄几个蛇皮袋子 蛇皮袋子 大纸箱子这不就可以了哎但是我的那些 啊好麻烦呀 想到就觉得头挺 不过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练什么 他现在只是播了个视频 但我真的觉得哇塞真的要像视频里那样的话 有单独的健身房 哇塞 你都不用去那种外面的了 虽然说我们中心现在有也有那种健身的那种 但是只有两个跑步机 一个甩两个甩肉机 有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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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之后 毫无变化 反正就是感觉都都都蛮好的 就感觉是那种一体式的那种 就是好多好多都在哪层哪层 但听说就是stuff的办公也在那一栋的话 我就感觉 那可能就会有经常会有 就会 怎么说呢 会不会就是会管得很严不太方便 就是就是每次会登记这样子的 不像我们现在说去说去门口行为不就去的那种 拍个健身vlog证明自己 我干嘛要证明自己 我不是之前我之前拍过的有一个反图 我中间我是有一道份的呀 我的那个肚皮上 我的肚皮不是圆滚滚的肚皮 我的肚皮上是有道份的啊 是肌肉啊 我不是那种圆咕咕咕咕的肚皮啊 重启综艺啊我们之后会重启综艺那种 都是刷卡白啊 那我就不知道我们不会应该也像那种上班打卡那种 蚊子包什么蚊子包 确实现在还见还没都没有见好 你们没有看过吗 有一张我之前跳最终回合的 我把那个手指手一手那个拳头一举起来 然后我的那个 对 谢谢谷歌程序员的香水 综艺录影棚 嗨 不是嗨 就是啊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中心 我这个嗨真的是 是不是不是不是啊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 嗨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心 也有这种综艺录影棚 就像他们浪彩的地方什么的 还有我们之前录制的一些小综艺 不都是在我们中心录的吗 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说嗨 我不稀罕我们现在的中心也有 是这个意思 真的 就是这个意思 就比如说 你看 这是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 比如说这是一个奖杯 我只介绍它是一个奖杯 那它就是一个奖杯 但是我如果介绍它是重金打造奖杯 那它也是一个重金打造奖杯 也没有毛病啊 你们现在能懂了吗 就是 就是有这个东西 但是可能形容词 嗨我在说啥呀 我有毛病 就是真的有录影棚 对 真的有录影棚 我们真的可以录 我们 我们真的可以录 我们就是之前的综艺 都是在我们中心录的 就是都可以录 对 就是都有 不是没有 我们有 谁挑起的话题 我这个嗨 我其实是只是喜欢社交 喜欢跟人家打招呼 所以我就嗨说的很多 我就喜欢说嗨 嗨 我就会这样 我就会很喜欢嗨 我们不是四个小时直播 我辟调一下 我们不是哦 我们是 明天两小时 后天两小时 一共四小时 这是我们的那个什么 嗯 不是说明天一共四个小时 对 当时明天的那个直播的话呢 我就会先 我就跟你们嗨 你们就是每弹幕一个新的人 我就跟你们嗨 嗨嗨 到时候我两个小时都在嗨了 如果没有新的人 我就说拜拜 谢谢冷酷不清的酒店奶茶 以表我就是 对大家的热情 就是我会 你们进来一个人 我说嗨 嗨 然后跟你说 对啊 嗨 就是一种 很很很亲切 哎呦 这个不是我溜肩啊 朋友们 是这个衣服的款式 他有的时候就是会 斜肩的那种 也不是我溜肩 虽然我肩是有点流 但也没有那么流 说着说着就掉下去 我在说什么 你们可能也没看见 谢谢 我明天 哎呦我的天 我还有好多事情 我明天 谢谢宋欣染味的喜鹊咸汁 对我还有那个就是 哎呦我这天还得折腾这个事情 距离14号还有几天呢 距离14号还有 第六天 来得及来得及 谢谢李喵喵的喜鹊咸汁 什么 我现在没有人在直播了吗 有的呀 现在还有人在直播呀 我看见了 14号有什么活动吗 谢谢深宅不入的悉音空耳坠 14号也没有什么 就是要给 给大家送一个 学礼物 但真的是很小的礼物啊 你们不要抱太大的期待 是一个小东西 非常的小 非常的 一丢丢 一丢丢啊 像个绿豆一样 像个芝麻一样 很小 不要那个什么 千万比我期待 对 对像一个芝麻 一一粒芝麻 也不是一人给你们发芝麻 说起来今天海底老五 还是隔这么久以来 头一次往酱料里放 真碎 对你们千万别期待啊 我就还没好多东西还没正经搞 但我确实这几天事情会 要做的事情会再多一点 因为最近不是在忙排练吗 然后总选七天这种东西啥的 就没来得及怎么弄 所以说就可能 怎么还是这么热啊 这个空调 所以可能就还是 比如说明天 肯定早起不了了 我明天是下午一点钟做造型 哎呀 在酒麻了 一直这个姿势 哎呦 然后就等着14号 然后 14号什么时候发呢 14号 14号 我中午发 还是说什么时候发 大家应该大概率都什么时间起床 感觉早上肯定是不行 肯定要中午的那种 七夕节的 几点呢 让我想个时间 我们来想一个时间吧 七夕节那天是 让我来看 七夕节 七夕节 那天是星期六 那天是星期六的话 谢谢CYCNOB的浩瀚心海 对我觉得那天是星期六的话 那就随便一个时间吧 反正肯定醒来应该也能看 或者是晚上 但晚上零点的话 又有点太 能到时候看吧 我要是做完了 那就零点 没有做完 13点14分 可以 那就 13点14分 好了 那我去睡觉了 定了这个时间 到时候我就 14号的 13点14分吧 拜拜 睡觉吧 已经三点半了 凌晨三点半了 该睡觉了 拜拜 再见 明天 明天 直播的卧鼠会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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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